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集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地产为了立刻发展趋势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说是景气的变动 房价到底是不是到底了 然后就会想到说触底 那到底盘整要多久 然后什么时候会上来 大家一直认为说目前的房价是不是到了最低点 那怎么去研判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从一个景气的变动 然后景气变动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推案量到底是多少 然后销售率到底多少 然后是不是交互很顺利 然后就会看到说 那如果交互很顺利那建站开始要买地了 那现在是不是买地的一个时机 然后就会想到那产品的定位到底是平数大或小 以前景气好的时候平数是越来越大 那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小 甚至于套房 好 那这样再来就会想到说 那产品的一个价格是怎么去定的 好 说产品定位跟价格的定位 然后最后又回到了说我们推案量到底多少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循环 然后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变化心形 好 所以我们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看 那就是经历度 那到底这个市场的走势 然后我们的景气的变动到底有如何 我就例了大概有几点 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它的推案量到底多少 那推案量多少就是它的数量 它的价格的一个变化 这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中间 可能有预售物 可能有新成物 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建商跟地主等等 投资客是不是 他会一直拿出来想要卖 我们本来看起来是说 真正在卖是应该建商的产品在卖 大概就是预售物 那预售物没有卖完就是新成物 那现在看到说奇怪 怎么连地主他都有产品可以拿出来卖 因为地主假和合见 或者是说都是更新 他看到市场的景气好像没有上来 然后价格好像又往下 那现在讲他就会想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手中的房子 除了自己留下来支柱之外 要作用拿出来卖 那包括这个投资客 他手中那么多房子 他就会想到说 利息的负担 成本包括地价税 房子税这些 他就想拿出来卖 那这样就变成说 有预售物 有新成物 有中古 大家来竞价求售 那现在的情形 就是怎么样 那另一个重点就是像 推援量大小 那我们看到说 在这一波 尤其是北台湾来讲的话 它的推援量其实是有点减少 那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再以这个推援量的增减来看 还要看到什么呢 预售物 那预售当中呢 代销公司它有报销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预售为主 那这个中古是常态性的 那预售这个时间 就会看到 那建商推案 那大部分都是委托代销公司来买 那代销公司那是不是报销 还是存期化 以目前来看的话 绝大部分都是存期化 因为这个广告费呢 由这个建商来支付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个市场值得我们去使好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 跟数量的变化 还预售形成我之前的问题 也会报销的问题 那另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那销售率大概会是多少 然后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销售率如果卖得很好 那你是区域客 然后卖得很好 这个是OK的 而如果是很多是外来的 那就很多的投资客 所以投资客隐含在销售率 那销售率里面 高的销售率可能有一部分是 那个投资客的 那也就是说 2012-2013年在桃园的那个巴德地区 那个投资客最多就是所谓的秒杀 那个时候 那时候他几乎有些工地是根本是一半以上的 他当时想说你一半以上是投资客 大家不相信嘛 但是等到交物也会没忍住了 连投资客都要拿出来卖 那就知道说 这个投资客占的比重其实很高 所以我们会想 这个投资客 这个 到底在整个销售率里面 占的比重是多少 是30% 50% 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销售率 我们会看到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 卖掉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跟原来2012-2013 你看2012-2013不管是新装 福度新 甚至于一步在淡水地区 跟桃园 几乎推出来 很快就卖掉了 那这样来讲的话 跟现在的情况 大概是三成 顶多四成之间 还有些人甚至于卖的不是定好的 如果面对很好 就不会有发害的问题出现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会注意到 这是在推演量的部分 那另外呢 刚刚讲到 销售这些问题 那销售我们还要注意的问题是 广告 你销售好会不好 那看广告量 那广告量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景气好的时候 那我相信我们的广告量 那么多 多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 很多的建商 就希望这个案子赶快卖掉 那我接着赶快买地 再继续推下一个案子 这很重要 那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显然不是这回事 就是说 你广告的 哇增加一点 但是其实是 很有限的 我们看到最多的应该是 电视广告 尤其你看 尤其今天农历年的时候 你看看广告量 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有几个工地 在农历年的时候 大量的广告 那现在的情况来讲 我们电视的广告 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果看到了 这个 在 在 帽子广告 其实也很少 那还有什么 甲报 这个 DM这些 信箱的这些 都非常的少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 这市场的景气 显然不是我们所 所预期 那么好 那等一下 我们还可以看 那个 买卖交易的数量 用这个来做一个 综合的分析 我想应该是 比较符合市场的现款 好 那我们就先 更可以来报告在这里 谢谢